只要你按时吃药啊 这病肯定就会好的 所以太妃娘娘 你也要好好保养身体啊 这样我们这些奴婢 才有盼头啊 是啊 我在外头还学习了 枣蜜糕的做法 如果您明天要去散步 我就摘些枣回来做给您吃 好 太好了 来 过来坐下 我告诉你啊 你可要多吃点 不然太瘦了 小火 欲望运这个件备 我的人他都敢动 姑妈 他跟咱们作对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您用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 只是 可惜的是玉鞘 高真向来都不尽女色的 咱们下了一年的功夫 好不容易让她 毅使她自己命苦 高朕那个修纹店 防得连水都泼不进 没了玉鞘 想再安排人进去 就没那么容易了 姑妈 您放心 那个药 他不是一直在喝着吗 这两天 我已经多派了三倍的人手监视 那个高湛肯定搞不出什么花样来的 来来来 走 走 走 新贵人出来了 你这一盘藻糕就换了个三等宫女座 你这算盘打得挺划算啊 柳絮姐姐 你误会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好好地服侍太妃娘娘 少在这跟我糊弄 你要是想在太妃娘娘面前露脸 这我可管不着 不过以后啊 别怪我对你照顾不争 踏什么气啊 是你啊 喂 上次你还说会悄悄地来看我 结果我病了这么久 你跑到哪儿去了 你病了 什么时候的事 来 把披风披上 这怎么可以啊 叫你披上你就披上 不要披上了 齐初啊 我想把你调出清净店门 后来呢 我想了一想 这里是冷宫 可以远离后宫争动 所以呢 再说啊 周太妃也算是我祖母那边的人 她那么喜欢你 我觉得啊 你留在这里也是件好事 嗯 我也很喜欢太妃娘娘 陆珍 你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哦 没有啊 我没有在对谁说话 我刚才明明还看见 有一个男人在这里 啊 姐姐 你看错了吧 没有 真没有啊 那这是什么 快说 到底和哪个野男人在外头私会 我没有 嘴硬是吧 等会把你交到内饰局 两鞭子一抽 你就什么都招了 我真的没有 走 把他给我带到内饰局去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 大晚上的 要绑谁啊 太妃娘娘 您怎么来了 这大晚上的 风这么大 您要是着了凉的话 太医又该唠叨了 本宫在问你话呢 听见没有 回太妃娘娘的话 是陆珍在外面私会男子 那个 就是那个野男人的东西 哦 这原来是太上皇的大厂 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野男人的东西 是奴婢瞎了狗眼 不知道这是太上皇的御医 平时呢 你们认为本宫性子好 所以毫无顾忌 可这太上皇的大厂 已经放了这么久的时间 也不知道拿出来晒晒太阳 怎么 今天 本宫让陆珍拿出来吹吹风 就要审案子了吗 陆珍 来 你过来 是 你们都给我听着 陆珍这孩子 本宫就是喜欢他 你们谁也不可以委屈了他 柳婢 明天你让内侍局通报一声 就说 本宫 要升他为二等宫女 你们谁要是再敢扬奉阴违的话 今年过年 我见到皇上的时候 可得多说几句话咯 奴婢不敢 奴婢知道了 你们都退下吧 是 是 好孩子 不要怕 不就是跟个世卫私会吗 咱们都是草原上的儿女 这不算什么 刚才他来求过我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是个很棒的小伙子 你啊 别想太多了 先回去休息吧 这儿不用职场了 谢谢太妃娘娘 谢太妃娘娘 陆真 陆真 好妹妹 你啊 现在身份可不一样了 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 这样吧 跟我住到西边 那儿啊 一人一间房 要比这儿宽敞得多 去 帮你姐姐收拾一下 是 我来吧 走 陆姑姑 东西给你放在这里行不 你 你别这样子 我们还是好姐妹 你不要这样子 我已经听说你的事了 听说宫里这么多年来 没有四等宫女 两天就生到二等宫女的先例 你现在是个大红人了 这是柳絮姐姐给我的槐花蜜 味道甜甜的 槐花蜜 哇 又是吃的 谢谢姑姑 那你有什么事再吩咐我 我先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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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 戴上 真好看 谢娘娘 喂 干嘛呢 你想给太妃下毒 你少声点 这不是毒 是我跟别人要的杏仁粉 太妃一吃这个东西 一定会发热 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那可怎么办呀 你要不说谁会发现 我就是想给那个陆真一点教训 你看她才来没多久 整个清净店就成了她的天下了 刘旭姐 太妃现在只宠她一个人 你看这店里上上下下的 还有谁拿咱们俩当回事啊 哎呦 那你也不能 这 我们服侍太妃的时候 她一病就是四五年啊 陆真一来 才一个多月 就能睡能走了 这事要是传到内侍局 还有我们好受的吗 清了是责骂两句 重了 只怕 是责骂三套 这些是责骂三套 这些是责骂三套 是责骂三套 他派人烧了个信过来 说他最近有些忙 要不要 我做主 让你们两个成 太妃娘娘 我看 我还是扶您过去休息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从昨天喝了那碗药之后 我就 一直都觉得 头晕 太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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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去叫太医 快去叫太医啊 太妃娘娘 太妃娘娘 太妃娘娘醒醒啊 太妃 快 快快快 姐姐 怎么办呀 太妃今天怎么病成这样 你慌什么呀 你下药的时候 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现在反倒害怕了 她要是病死了 倒是正好 咱们就可以离开清静殿了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反正这几天 太妃身边的事 咱们俩都别管 就算以后 那事局怪罪起来 也有那个陆针顶着 你没有见到陆姑娘 是啊 没见着 清静殿乱得跟一团烂泥似的 说是太妃娘娘突然病了 陆姑娘是她的贴身宫女 走不开 那太医院有没有派人去 派是派了 不过去的 只是一个九品医症 我看店里那些宫女 服侍太妃娘娘也不怎么尽心 除了跟陆姑娘交好的那几位之外 大多都是在敷衍了事 陆姑娘忙得连脚都沾不了地 所以我也没什么机会给她传信 周太妃她是一个好人 上次 她明明没有认出我 却仗义相助 我不能看着她受罪 杨璐 你去帮我给王上仪那边打一声招呼 就说我听说清静殿那边的人 照顾周太妃不利 让她帮着好好理议 是 你们身为宫女居然敢怠慢柱子 贵妃娘娘发了话 要是再让她听到这样的事 必定重罚 是 干活吧 姑姑 还请姑姑 在贵妃娘娘面前帮我美言几句 说句忌讳的话 这清静殿毕竟是个冷的 不顾 这很多宫女 得治太妃娘娘病了 都动了坏心思 个个都想着等太妃娘娘生了天 能找个法子跳出这个火壳 你们就做梦吧 别忘了太妃娘娘是气呼人 她临死前要是发句话 你们这些人 都得陪葬 姐姐她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原来我也听过 几乎有这个风俗 但那都是八百年前的老规矩了 咱们别慌 没准 她是骗在的 要是真的话 那咱不觉得 好了 别老哭丧着脸 怎么 你想让大家都看出来啊 姐姐 你都守了一天了 去补补教吧 不行 太妃娘弄得烧刚退 我不放心 要是我能替你顶顶班就好了 但偏偏我什么事情都能办 姐姐 你怎么不找柳絮和蕊他们替你顶顶班呢 他们两个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会做做样子 他们现在不敢了 内饰局的人一来 这清静院就跟变了天似的 太医不也说了吗 太妃娘奶的身体好了不少 只要按时吃药按时扎针 很快就会好了 嗯 那你把药端过来吧 嗯 走 你打听得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说 他们说啊 殉葬这事儿 三天前还真出过一桩 晋王府的王妃就是契护人 她病死的时候 身边四个贴身丫头 都跟着去了 里头的那位是契狐公主 她要是想叫侍女殉葬 皇上肯定会同意的 想让咱们陪着她死 没门 只要她一直不行 我看她怎么下旨 看来 你我想到一起去的 这事儿瞒不过别人 我得拉着他们一起干 才能成大事 还得下手快 一定要干在太飞心了之前 她现在住到西乡去了 这么晚了我不便过去 你敲敲地帮我敲个门 就是高展找的 把她约到甲山那边来 高展 殿下你的大名不是叫高 哦 我明白了 你现在还玩这改名唤青的小把戏呀 就你这小把戏 我早八百年前在追小姑女的时候 我都用烂了 得 四元路啊 你这张嘴呀 不会说话 只会放屁 不添嘴呀 陸姑娘 陸姑娘 睡得跟死猪一样 殿下怎么会喜欢你 财华山居然敢踩我的一口书 别叫我别吵别吵 陸姑娘不要吵 我是袁怒 是殿下 不 是高长让我来找你呢 你不认识他吗 你不能不认识他 你不能这个样子 给我说 三娘 给我说 你 你们 你 你不是陸姑娘 你才是陸姑娘 姐姐 姐姐 她是个彩华贼 想偷我的一口书 不 谁是彩华贼 大鸟 她不是彩华贼 她 她是个内奸 还是陸姑娘名理 我彩华贼 就你那小样 我能看得上你 去 你这个小身宝 还想当彩华贼 想得美 我 去 去 吓死你 吓死你 其实啊 你不用那么担心 周太妃她吉人自有天相 倒是你 太妃还一直跟我说 虽然她和你 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你肯为了我 竟然那么大胆地去求她 她觉得 你 你这个朋友 很值得一交 周太妃恐怕不是这么说的吧 不过你也放心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不在我 我也会在你身边 一直照顾你 这两天皇上让我出宫去办点事 我恐怕出来没那么方便了 所以这段时间里 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嗯 你也是 还有 你得赶快上进 尽快分家离府 这样 就算你大娘想要害你 她也生不了那么长的手了 没想到你想得还挺长远的吧 我记得人家说过 男人呢 有三件大事 升官发财娶媳妇 如果我前两件事 早早地就做好了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第三件事情 很快就能达成了 你再胡说 我就不理你了 好了 阿珍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真的该走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再来看你 嗯 梁露 走 哦 姐姐 那个侍卫是不是你的那个 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只是朋友 哦 哦 哦 姐姐 你放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你呀 快点 把太妃娘娘用过的咬渣都拿过来 快 梁露 梁露姐你在干嘛 跟你没关系 我们走 站住 这是什么 咬渣 太医院的人明明吩咐过 这些咬渣都要留下备用的 你怎么 你们干嘛 快点 把他们压下去 走 走 走 只要你别嚷嚷 我就把你放开 嗯 你好 你到底把太妃娘娘的药怎么了 你还是别问好 你 你竟敢谋坏太妃 我要去那时去告发你 去啊 现在就去 你以为我会怕你 我告诉你 太妃本来就没几年好活了 现在她快要死了 只要她一醒 八成会留下遗址 让我们按庆虎规矩全部殉葬 不可能 她们白天也都不信 结果自己上宫里打听了一圈 现在不都是肯跟着我们一起干吗 陆珍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可是你不能为了太妃娘娘 就不管我们的性命了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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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她们 你就忍心看着她们活生生的 被埋在黄土里 太妃娘娘是好人 她不会这样做的 无论如何 我都不许你们给太妃娘娘下毒 大牛 我们走 这件事 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但你们也最好收敛一点 走 好了 都别哭了 先出去吧 好 走 刚才你干嘛不顺势把它给做了 你懂什么 在这个档口突然死了一个 这那时局不怀疑才怪的 你放心 这件事牵扯得可大了 他没这个胆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那个陆珍 俗话说得好 要斩草 还得先除根 姐姐 怎么办呢 他们居然无害太妃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说 他们会不会灭我们的口 我还不想死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吃 还有我最爱的一口 大牛 你冷静一点 他们刚才没有动手 现在更不会 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 我们得好好想想 找个人帮忙才行 行了行了 多大点事啊 吓得连魂都没了 不就是训个葬死个人吗 那可是天大的事啊 太妃娘她是好人 好人 这宫里 就没出过好人 这周太妃死了 也是上天去享清福去了 总好过 在这清净店里熬日子吧 你那么害怕干什么呀 那两个小姑娘 上次把你送到这儿来整死 不也没成事吗 大人 您是什么意思 能说清楚一点吗 连这件事都看不清楚 你还想当女官呢 这周太妃得病 是你害的吗 那 她醒过来的话 又关你什么事 那不就结了吗 周太妃不行 你就不用殉葬 所以柳絮他们干什么 你也用不着管 到时候太妃死了 令氏局自然会治他们 几个大宫女服事不周的罪 到时候 他们是被打死也好 还是被送去做罪奴也好 也算是 帮你的周太妃报了仇了 那怎么仇啊 太妃娘娘她 行了行了 要不是看在你帮我 整理书稿的份上 我才懒得给你指这条名路呢 话说到这儿 要怎么做 有你定 放心吧 你要是忠心耿耿的去训了葬 到时候朝廷 自然会封赏你的 中言十五什么的 也就省得给你烧香了 袁绍 帮我送客 我要是你呀 我这两天 就缩在屋子里不出来 省得别人又打什么坏主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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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枕回去了 那一晚是陆真进宫以后 度过的最难过的一夜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袖手旁观这四个字 也会变得那么沉重 那么让人窒息 怎么回事 太妃娘娘的病怎么会突然加重 肯定是你们服侍不周 阮姑姑 恕属下多罪 太妃娘娘春秋已高 病情有些反复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与其您忙着责备这些服侍的人 不如早做准备吧 那按您的意思 还有多长时间 少则三五日 多则七八日 我知道了 看样子是天意 阮姑姑 太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我看光车要扎针是毫不亮了 干嘛不试试跳绳呢 娘娘是气狐人 听说那的巫医最灵了 如果能请一位巫医进宫来 为娘娘跳绳驱邪 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呢 在下虽然素来不信巫医之道 但也曾经听过 气狐巫医是自成一道 特别对于本族贵人 更是有灵效 姑姑 您就看在娘娘素来平衣进人的份儿上 找一位巫医帮她祈福吧 这我可做不了主 我得禀告贵妃娘娘 你等等 在搞什么鬼 不说庆主不准走 侯蕴蕊 刚才你什么意思 其实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 给太妃下药的事 我想想也总是后悔 毕竟我也给娘娘念了五六年的经了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呢 如果真的能为娘娘请来巫医 也算全了我们主仆之情 你会这么好心 信不信随你 我伍你 你把我赶走 你把这巴掌看着 我就跟他们拍了 你把我赶走 我赶走 你把我赶走 你把我赶走 都给你赶走 你把我的蕾走 你把我赶走 只要喝下一碗神药 他就一定可以康复 是什么样的神药 你们中间 谁是太妃最喜爱的人哪 只要割他一块心头肉 拿来熬汤喝 太妃的病 才能够痊愈 你们别听他胡说 世上哪有用这种 恶毒的方法救人的 陆珍你着什么急呀 巫医大人又没有说 一定要用你的肉 难不成 你贪生怕死 舍不得割你那点肉 就请太妃娘娘 我看呐 太妃娘娘算是白疼你了 枉费她才破格 把你提升为二等宫女 这到关键时刻 你血狗配人 明明是你们联合起来的 你们 干什么 太妃娘 放开陆珠奇 你们放开我们 放开 姑姑 这陆珍就是太妃娘娘 最喜欢的提升宫女了 只是她胆小怕死 关键时刻 居然不敢为主效忠 这是你们清静殿的事 你们自己安排的 是 陆珠你放心 我就要你一点点肉 一点点就够了 绝对不会杀害你的 这可是你为主尽忠的好机会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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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住手 你们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蜡梅 你过来做什么 上师大人听说你们这儿闹得乌烟瘴气的 让我过来瞧瞧 看看 这又是请神又是捆人的 感情是在唱大戏呀 你 把她给我放开 不行啊 姑姑 你给我住口 清静殿的事 我本来不便插手 可今儿闹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连上师大人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打发我过来瞧瞧 我说阮娘 你跟着贵妃娘娘和尚仪大人也很多年了吧 怎么还看不出来他们在搞什么鬼 这会儿连挖人心的事都能由着他们乱来 到时候皇上一个纵容巫骨 死伤人命的罪名怪罪下来 你当当的起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你的服色 也是一等宫女 是 能做到一等宫女 那肯定是太妃娘娘的心腹了 你既然那么相信那个巫医大人说的话 那你就自己挖一块心头肉 回去给你家娘娘熬汤去 不要 不要啊姑姑 姑姑饶命 不要啊姑姑 傻孩子 你刚才不是还这样劝陆针吗 这是为主尽忠的好机会 怎么会扯上饶命了呢 赶紧动手吧 我还等着回去 向上侍大人负命了 好妹妹 一扫块肉就够了 你自己多少 还能留掉命 也许就用这块肉 就能治好太妃娘娘的病 求个赏子 出宫呢 好吧 也许就能两个孩子 赶紧拿她一块肉 回去给太妃熬汤吧 姑姑 我为娘娘割肉治病 也算是立了一功 你能不能看在 我为主禁忠的份上 赏我出宫治病 赏你 太后娘娘万数圣典 近在眼前 你却顾不得 故意搞出这血光之灾 来人 把她给我拖去水牢 慢慢地治罪 是 等等 娘 冷宫的大小事物 一向是王上以大人管理 你看看今儿搞出多大的乱 你放心 我回去以后 一定会向太后娘娘禀报的 给我拖走 是 姑姑饶命 姑姑饶命啊 姑姑饶命啊 柳絮 还不赶紧去熬你的神药 哦 对了 这熬神药的主意 可是你们出的 如果到时候 太妃娘娘的病还没好 好了 我也该回去 向上师大人复命了 你运气倒还不错 前段时间 长公主殿下还来信 请上师大人都关照你一下 啊 我倒是救了你一命 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收拾东西 把这些物意都给我赶走 是 是 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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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就更让她感到了前途的迷茫 未来 到底还有多少阴谋和陷阱在等着她 成为女官为父报仇的光明之路 到底要多久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做得好 王上仪又栽在我手里了 明天 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跟她打了一胎 肯定能把管冷宫的差事给抢过来 还是大人您讲的周到 人家都觉得这冷宫里啊 没什么油水 谁知道 冷宫里面的宫女和内奸 加起来多多少少也有百来好人 这要是用得好呢 自然在宫里也是挺大的一股势力呢 大人 请用茶 就你会说话 在我柜子里面 有条赤金链子 拿出来 赏给你 谢大人恩典 还有 辣妹 这几天你继续给我盯紧清净殿 太后娘娘也说了 韩光殿那边 本来对清净殿一直都是不管不问的 这会儿倒一反常态 又是派太医 又是派阮娘的 一个贵妃 一个太妃 要是他们这根线互相搭在一起 周太妃不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吗 你懂什么 这个周太妃 再不济也是弃虎可寒的姑妈 要是和贵妃好上了 贵妃还能不把这条线引荐给高占吗 这个皇上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血 竟然让高占管起户部了 这个肥差原来可是我们楼家的呀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们的男女 是 我看不到 那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知道 你放心吧 皇上既然派我来这里 我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娄氏现在即便想有所动作 那么多人盯着他 我量他也不敢出手 对了 钟叔 清净殿那边怎么样了 原路刚才来报 说太妃娘娘喝了一剂良药 已经好多了 那太好了 如果太妃能尽快好起来 他也能睡个安稳觉 这样钟叔 你多派几个人过来帮我查账 我们这两天就把账给查好 争取明后天就回宫 好 太妃娘娘 您醒了 大娘 太妃娘娘醒了 快把药端过来 太妃娘娘 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还没死啊 呸呸呸 大吉大利 快来把药给喝了吧 娘娘 你这一病 露真姐姐她都没有睡好觉 对你 比对亲奶奶还要贴心呢 不用单娘说 我也知道 好像 柳絮他们 以为我这个老婆子 不中用了 许多的话 在我面前毫无顾忌 这药换成年轻的我 早就把他们拉出去砍了 可现在呢 别人说什么 咱不用理会 您还是赶紧好起来 我学做的樱头肉啊 您还没尝过呢 我就知道 你是真心对我的 其实 我死了也算不了什么 我最舍不得的 就是你 娘娘 那我呢 那我呢 你呢 你只要吃饱了就行了 来 你怎么办 太妃娘娘这一醒啊 有人肯定是要倒霉了 你是说柳絮 你可别胡说啊 上头到现在都还没收拾她 说不定人家还有什么后排呢 太妃 你不要怪我 我不能坐以待毙 这有一封信 是太妃娘娘四岁之后 让奴婢烧毁的 可奴婢觉得事关重大 就悄悄地留了下来 这件事可能跟高宅一会 是太妃娘娘四岁之后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 停不下来就让自己伤了心 把手握紧 闭上一时一样心情